不要 侯爷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要是想杀明镜的话 还是找错人了 乔姨娘 得罪了 林波 林波 我那么疼惜你 那么信任你 就算你犯了错 我还是会给你机会 没想到的是 你的温柔善良 都是在演戏 原娘 竟然是被你杀害的 你杀了她还不够 你还要杀人灭口 诬陷十亿娘 好一个寝君入魂 你究竟是什么时候 开始算计我的 自从贤灵阁出事 明镜失踪 我就知道你已经有了防备 可我没有证据 我只能设法让你不打自招 所以我认下了罪名 造成对我最不利的局面 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 让你觉得阴谋得逞 侯爷 当时明明所有的证据 都对她不利 你为什么还肯相信她 因为我深知十亿娘为人 相信其中必有奇效 所以我得知消息后 立刻到了罗家询问十亿娘 侯爷真肯信我 我带兵征战多年 自忍有几分看人的眼光 能分辨出是非取之 你是我妻子 我深知你的为人 纵然所有人都怀疑你 我都会相信你 谢谢侯爷 侯爷 现在是明镜失踪了 想要乔连房认罪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她自乱阵脚 不打自招 只是 此事需要侯爷的配合 不出所料的话 罗府现在 也有被乔连房收买的人 侯爷可愿意我演一出戏 我们在罗府发生争执 就是为了让你相信 我跟侯爷已经决裂 侯爷在在适当的时机 给我写下修书 没想到 时机很快就到了 小夫人 妖言惑众推过助澜 于是 我便顺势写了修书 所以 这封修书是假的 我会让人传言明镜 你被罗家人找到 接下来 就让十一年去别院 好 我会想办法的 我先派了马车出城 随后去了别院 就是为了让你相信 明镜已经被我藏在了乡下别院 你一看到明镜 就痛下杀手 便以真相打败 为了退赴我 你们可真是煞费苦刑吗 侯爷 我也是你的女人啊 可你为了她 既然出现金律的欺骗我 你推得起我吗 你先是毒害了原娘 又多次陷害十一娘 欺骗我和太夫人 你又对得起谁啊 我 你还要责怪侯爷 孩子 这都是你的错呀 太夫人 我是有错 我是有错 可是她 她就是清白无辜的吗 太夫人 难道您忘了 是罗氏一娘 屠害灾民 毁了徐家的名声 这都是你亲眼看见的太夫人 你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忘潘咬别人 明镜 把人带上来 是谁让你教唆秀娘 还有那些高价购买秀品的人 也是乔夫人 为的是 凭借此事 毁掉徐家的清语 然后 推到徐夫人的头上 这样徐夫人 就再也无法翻身了 原来 原来这一切 不是你做的 不是你做的 为了一己私利 毫不顾尽许家 你也是许家的人哪 带上来 带上来 说吧 当初在别院的时候 是乔姨娘塞给我银子 让我想办法 支开夫人身边的天山侍卫 然后找机会下手 还有 爱俊阁染病的小狗 只要人接触就会生病 也是 也是乔姨娘让我送进来的 原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没错 是我做的 全都是我做的 侯爷 太夫人 该如何处置乔姨娘 请吩咐 侯爷 你来决定吧 乔莲坊 毒害原娘 你知她华太病重而死 又多次陷害十姨娘 罪孽深重 百身莫属 依照家规 仗泽三世后 送入农庄 待法修行 此生不得回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